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刘洪两个把这个布局以后的呢 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现在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刑事判断 从这个时空上来讲呢 应该讲黑棋呢 是稍稍领先一点 因为黑棋有这个左边和这个左上角 右下角 右上角都是黑棋的 另外呢 这块呢 也很坚实 虽然空不多 但是呢 至少贴木是绰绰有余 大约黑棋的木数呢 这块呢 有20木 25木 40木 50木 而且呢 只有这个边和这个边 如果这个边全算空了 现在目前看大概18 9木 这边呢 也就是1234567 那么也只有14 5木 实空呢 是明显的黑棋领先 黑棋唯一有顾忌的呢 就是这个子呢 现在有点孤零零的 一个子掉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黑棋还有一个补偿 就是白棋呢 这三个子呢 也是没有完全安定 没有两个眼 所以从目前这个局势来讲 黑棋如果能 掌握住局面的主动权 就是这个子呢 不受到攻击 那就可以取得局面的领先的这个地位 现在白棋一拖 如果我们简单的走的话 作为这个李爱好者摆个图 黑棋搬下来 嗯 白棋 白棋搬 那么黑棋就要吃 白棋一吃 黑棋接上 那么白棋 这个子呢 就非常的危险 有点 说得难听一点 就已经可能是 这个愣中之憋了 跑不出去 所以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黑棋不走这个搬这个 搬在里面 搬这个 刚才我们走的是搬在外头 嗯 像搬在里头呢 白棋也一架 黑棋不能吃 一吃就还原了 只能顶一个 顶这个 嗯 白棋打上 白棋这打吃也先手 将来这打吃也先手 嗯 木树上也 占便宜是 这边有两个子 嗯 这个还是受危险 嗯 所以黑棋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这个搬和这个搬都不行 那么就应该考虑一个 好的下方呢 不让他走上这个 那么黑棋现在顶这个 嗯 白棋必然要 回来 黑棋再搬住 这样呢 他就走不到刚才那两个 如果他走这个就拐一个 他走这个就拐头 嗯 封不住 哎 封不住 那么白棋还有得虚的封住 嗯 这招棋呢 嗯 这招棋呢 嗯 据这个 在旁边观战的这个中日高手们都认为啊 这招棋呢 有点问题 认为这个棋应该 先断它 先断的话呢 黑棋肯定得吃 再跳 再跳呢 就这两个呢 等于是送吃 但他保证了呢 黑棋出这边啊 不能出头 虽然这时候形势落后呢 可能还可以 慢慢的继续的这个 找基本 估计大概是这样子 黑棋跳 白棋倒 黑棋走这个 白棋跳 黑棋走这个 正去连上 如果白棋断开 那么黑棋就朝前了 嗯 到底白棋走 就安定了就差不多了 嗯 局势呢 可能还跟黑棋有力 但是这样 战线很长 还不能说是肯定能赢下来 实战中呢 白棋就没断了 这个棋 作为美学家来说 大竹是这个 呃 是围棋中美学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棋呢 跟人呢 跟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也有这个 美 美感 这个东西断上去被吃一个 那肯定是 呃 大竹这个 类型的棋手 不可能下出来 就是要实战 现在 跳了之后呢 就有其他的毛病在里头了 黑棋呢 先做个准备工作 这儿跳跃 因为黑棋已经 从那个 断以后的变化 预见到 要进行对杀呢 要 影响到 这边 先多跳一个呢 所以多一个 援兵吧 北京话来说 多一个影呗 这个棋子 可以起到 帮忙的作用 现在断 白棋呢 有两种下法 一种 忍痛 接触 是吧 这个呢 就 黑棋就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但出不来 黑棋可以 这儿站着很大的平 因为这儿随时可以把这个 两个含在自己的嘴里 那么 在 刚才这个变化再出来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像实战白棋的下法 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 黑棋可以打出来 现在大家可以看出 为什么这儿断影 刚才 假如现在 有这个 嘴的话 那么 它可以这儿打吃 再打吃 就把黑棋 干掉了 这个嘴就是东西 也是送死 所以不能 就没有这个变化 现在就因为它没有这个嘴 黑棋可以 断着 现在白棋断就来不及了 假如再断 黑棋就 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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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这个怎么用 那么 这个时候 对白棋是考验 白棋就叫吃 黑棋 吃出来 白棋了 白棋现在是 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接住 一种是提 接住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棋形的松懈 黑棋就虎出来了 这个字 叫吃 接上 那么这里的 在眼里填一个字 如果它这个在这儿的话 它木数呢 多两木 而且呢 眼形丰富 是吧 这里头它是 一木两木 三木四木 现在呢 这样的话呢 它只有这两木 而且呢 这个 黑棋多了这个 黑棋这儿多了两木 差了四木棋 而且眼位 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大竹呢 绝对不会走这个 这个 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就不应该称为大竹了 这个小竹子了 现在呢 它把它提掉 提掉了 黑棋必须把脑袋伸出来 这就进入了 激烈的中盘战 黑棋这个 断 打残户了 那是一整套 应该是个 这一整套的战术组合吧 这地方这个战役呢 一直可以影响到全盘 是个大规模的作战 实际上是个弃子作战 这个 这个 子一弃掉之后 就可以取得这个 全局的优势 非常的 还可以非常的明显 再去断上来 那么黑棋呢 如果 不走的话 再有个断吃 嗯 有问题 所以呢 要补 一般的补呢 有补这个的 吃 这样的外头就没有借用了 这样的作战 这两个和这两个 离得太远 这个 黑棋大亏 可能要死一块 那么现在呢 黑棋断吃 现在白棋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 他把这个提了 你吃那个 后手吃一个不行 所以白棋必须跑出来 嗯 黑棋顺掉沾上 黑棋顺掉沾上 这样子有先手 不然的话 一吃 这两个死掉了 所以白棋拐一吃 黑棋就按原定的作战计划 压出来 白棋长 白棋长 黑棋再压 我一个白棋 黑棋先手长 这个先手长已经 先手四五目 那个棺子已经得到了 然后跳出来 白棋 尖了你 这个尖 嗯 眼味比较好 假如这个是非的话 以后这个尖可能有变化 黑棋可以不硬 以后尖 黑棋可以不硬 现在尖呢 如果不硬的话 他就不用走这个 不硬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以后 有可能是 它有大 葱 断 你照吃 它再打吃 再一葱 它也提 这是个恰意 嗯 外头有被黑棋走了几个 当然这个跳 黑棋是先手了 所以这个白棋呢 它这样形状不好 所以叫先肩 先肩 先肩黑棋没办法 只好尝出来 这样它再推 就没有刚才说的那种手段 现在再搭的话 它就可以从这儿冲出来 是吧 所以这个没有了 现在的黑棋呢 实际上呢 从这一开始一段 到这儿呢 都可以从那个 在脑海里计算的 完全可以计算成这种样子 现在最关键 从现在开始 底下的这个下方 目前呢 初看起来 这两个和这五个 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 没连上 如果要能连上的话 黑棋就断然优势 它空多多了 是吧 白棋根本没有什么木 现在就连不上 如果连上的话就行了 现在呢 这个实际上 我当初下这个时候呢 就是脑海中已经 想到这些变化 是一个大规模的棋子做的 第一步呢 就先把这个藏出来 这个藏出来呢 如果白棋像飞这个 比方说啊 黑棋尖 白棋这么飞 很小的吃这几个 那白棋空不够 对 最安定了 而且这地方毛病还很多 有毛病 嗯 如果 不吃这几个 这么大 可以吃 可以吃 那一样 尝尝 那退了退来 那把黑棋飞 黑棋飞出来 这块已经活干净了 对这个呢 有危险 这块不活 而且他要吃这个呢 那 那么黑棋也不一定要 像他就这样 掉一 把他弄小 还可以 这个很小的时候 还可以威胁这个 威胁那个 本身的实控也领先 所以这个 因为白棋就多吃了十来木棋 黑棋也增长了 增长了五六亩 那刚才有差距 现在的那个 黑棋利用 威胁它呢 还可以占一定的便宜 这儿不也先都尝了一个吗 嗯 所以 仍然是这个 白棋不行 所以白棋必须贴出来作战 也就是说 黑棋一尝 白棋跟着尝的时候 等于是白棋向黑棋宣战 一定要吃着 或者这个A 或者这个B 看着样子 黑棋很危险 黑棋尝尝 压 压 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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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斑 这个斑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出来这个则 有效率 因为什么呢 白如白棋跳了之后 如果黑棋 不补的话 没有这个交换的话 那么一断 蒸不掉 黑棋就崩溃了 现在有这个呢 一段蒸不掉 嗯 所以说这个呢 你护住了自身的毛围 黑棋再压 白棋尖入 这是必须补的 如果补的话 就把这四个吃了 黑棋现在得到的第一个补偿 就是一搭 白棋不好硬 黑棋 不通 是斑的 嗯 是吧 嗯 那么黑棋 好 假如一顶 黑棋断 是 是 这里黑棋有妙所 不知道刘峰 看出来没有 有很妙很妙的一部棋 暂时没看出来是吧 没有 那我给你摆一个啊 现在呢 嗯 吃 踢着 踢 这是命令吧 嗯 啊 顶住 顶住 对 就挤着 现在你不能让他吃通 吃通这几个就活了 这些都有 有毛病 所以必须接住 嗯 接住吧 嗯 那我再摆 也必须着吃 是 啊 再断吃 提掉 好 提掉呢我这时候扑 也只能提了 也只能提了 然后我再把这个粘住 这时候 这时候 如果接这个 叫吃 全死了 哎 叫吃全死了 如果吃累了 回起叫吃 接不归 把这几个提掉之后 那么这些就跑出来了 这些跑出来 这些就变得怪了 所以呢 嗯 不能走这个 不能顶着 那么 退 退 退一个 退起 一加白血 不能再 搭上 搭上 那么 叫吃 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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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尖 这个叫吃不行 这个吃倒铺了 嗯 接住 还是给留下 嗯 忘了断 接住 粘住的话 它一断就死了 嗯 本来呢你要没这个交换呢 它还可以勉强挤这个 勉强 哦 是不是啊 对 那你接上的话 它接上 那打是接上 就反正它就 脚花子度过 就从后面 二路上跑回去 那损数太大了 嗯 现在呢你就是这些 还不交换的时候 因为这关子亏了 先走这个 假如它这时候就接上的话 那我这几个就 还用不着走了 将来怎么就走在这儿 所以眼位也好 嗯 所以这个这个 白血也不行 这白血想了半天 经过墙口 接这个 这是最安全的 气也比较长 把这个吃掉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黑血可以先手下去 把它控破掉 总体来说呢 就是气掉这几个呢 已经从哪儿捞去一定的补偿了 然后黑蹄还在继续实行这个 自己的作战计划 按这个 哎 为什么虎在这儿呢 不能虎在这儿吗 不能虎在这儿吗 这吃一个 这 对 这吃一个 冲过来的四个就死了 所以呢 它只能 虎在这儿 也不能断 断了吃一冲也不行了 那么 黑蹄一打吃 黑蹄一贴 大家注意啊 黑蹄利用这个 气掉这四个子啊 这四个子 一开始这四个子 已经从这儿 中央呢 完全掌握了中央的这个发言权 这个在中央的这个势力呢 原来白蹄呢 这个头比较高 好像打官司一样 黑蹄是背高 白蹄呢 是原高 那么现在经过一连串的作战之后呢 黑蹄呢 变成了原高 发言权很大 白蹄是背高 嗯 并且呢 你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这几个子啊 通通都要 用白蹄 用最后要收起 把它提起来 因为黑蹄照一下去 就没有两个眼 最后必须提起来 那么 说这四个子 最后七毛起 嗯 另外 他在当中吃一点呢 黑蹄损失嘛 石木 石木多一些 这个下去呢 已经将近石木了 这个下去之后 已经将近石木 另外呢 把这个被告 变成原告 原告的话 这个出入比较大 现在是黑蹄攻白蹄 不是白蹄攻黑蹄 这个差别非常的大 实际上 经过这样的那个 一个很巧妙的 嗯 转换呢 黑蹄的气质 都在大大的 获得成功 现在黑蹄已经是压倒的优势 不但空多 而且其厚 那个 白蹄还有不活的蹄 黑蹄没有 嗯 到现在为止呢 我已经 嗯 自信这盘棋 已经要拿下来了 在当时 对局的时候 我也觉得 已经赢下来了 但是呢 后来大股 进行了猛烈的反复啊 我突然又出现了那个 嗯 推出的叫 昏招了 没有 可以一局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呢 结果一下 退 后退了一些 嗯 比较那个什么 哪一理解的 这后退吧 嗯 我们待会儿呢 就把这个 后面的这个 局面呢 给大家 摆一摆 现在呢 就是进入中盘地方 又是一些这个 很这个 白蹄做活 黑蹄攻击 但是呢 嗯 黑蹄在最后的时候呢 没有能 那个 关键的是 没有一下一口气拿下来 我们就把它摆到关键时刻的那个时候 嗯 刚才我们介绍到黑蹄这一盖 呃 当时是第83手 现在 经过了 呃 两个人二十多轮的交换吧 呃 又经过了四十几手之后 到了 黑蹄刚才一搬 把蹄挡住 刚才这个 过程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黑蹄利用攻击 那个 在这打入了几个子 利用弃子吧 攻击 现在看这样子 虽然白蹄连回去了 很委屈的这么单观的从这扭扭扭扭扭扭的连回来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吗 这地方 黑蹄有一个段 黑蹄有一个段 但是白蹄呢 有这样吃之后 如果这儿有一个段 如果这儿有一个段 假如说这儿有一个段 这一吃一尝 这一吃 你再尝的时候 对 风肿给夹扭 所以黑蹄呢 要预防这个白蹄的这些先手 那么黑蹄怎么走呢 第一个 就是在 现在由于这个蹄呢 黑蹄的空也很多 并不少 那白蹄这块蹄大概是二个三目的样子 这块可能是 17目到18目 那么 这两个就四十目 或者四十一目 现在黑蹄呢 把它给限制在 十目以内呢 白蹄也就五十目左右 五十目左右呢 黑蹄失控也很多 我们注意啊 这块黑蹄呢 就最低限度是七目 无论你哪边搬干之后 它七目 而且还有吃着一个子的 含着一个子呢 大概是 应该是 八目半 这个角呢 大概有十六目的样子 有二十四目半 现在这个拐是先手 一二三四五六 六目 有三十目半 那么这块蹄呢 用进攻呢 成二十目是毫无问题的 它本身也有二十目 六十目 黑蹄已经五十目了 这个是七目半 八目半 十六目 二十四目半 加一个六目 三十目半 已经五十目 这还有一些 五十多目 本身就控制了一线 那么 现在黑蹄很丛重了 就加 白蹄冲 黑蹄断车 白蹄 黑蹄接 先手 如果白蹄 直接补一个的话 那么黑蹄就痛下下 白蹄 假如走这个 是吧 要去连回去 那么黑蹄有两种下 一种 就退回来 如果断吃 就挖断 如果断吃 就挖断 挖断之后 这个断和这个断吃 肯定把它吃下来了 还有一种下方 就刺一下 你接住 我再接住 也不行 所以呢 白蹄这时候呢 就 放吃 黑蹄 尝 现在它断不掉 如果蒸的话 就跑 再蒸再跑 再蒸再跑 它竖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吃了 所以白蹄这个时候 走这个 现在 黑蹄 照我说 还是应该 做这个 这盘棋就结束了 因为什么 走这个的时候 黑蹄仍然是 可以刺一个 把那个跑出来 或者说直接退出来 如果白蹄不断 就挖断 吃这两个 就挖断 不断的话 就跑这两个 这两个跑起来很容易 这个就能跑 这个也能跑 那 这个跑出来 这块鞋就完了 嗯 这太大了 是吧 所以说 这个断就直接可以结束战斗 那如果不断的话呢 也可以走这个 那么 最好挡住 因为你走别的 这个树下来太大 挡住 那么黑蹄吃 白蹄不 黑蹄先手挡这个 你挡下来那边要收气 接住 然后黑蹄把 把这个断掉 断掉 断掉要转 注意啊 这个断是先手 它挡 才可以断 就这样 以后收关子 可以直接就藏在这 我们先看黑蹄这块的木树 这才挺挡住 这里头是 123456789 1011 12131415 2526272829303132 刚才我们说这20木树 就可以引起了 嗯 多少 现在又多了十几木 那就优势很大 虽然现在这个罐子被白蹄走掉 但是 对于黑蹄来说 一点一样 黑蹄还可以 假如白蹄走这个 由于黑蹄这个是先手 白蹄要接住 那么这个 往上竖一个也是先手 充断 嗯 然后就拖着过 所以对于黑蹄很安全的 就 赢很多 这样的是 最安全的一种法 那么 这个 顶的时候 也可以赢 断也可以赢 那么现在黑蹄呢 是走的是 搬下去 初看来是个妙手 实际上也确实是个妙手 断吃 断吃 好 现在他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 这个变化都想好的时候 走了个大随手 就是 昏招 我现在就应该贴住 那么白蹄 这边一段都死了 一瓦 黑蹄退回来 由于这个召集的 太大 这一段把这些全吃光了 所以白蹄必须得走这 不然的话 时空没得比了 差的太多了 教育吃 教育吃也可以 教育吃 真不死了 接上 这一段真不死了 嗯 总之在这个时候 找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去建立 这一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间呢 现在呢 这个点它因为这两个不相干了 这个怎么走这儿 走这儿它都不硬的 可以补断 那么白蹄就同时说 把这个吃掉 这个 黑蹄 突然在这间损失惨重 那这个还损损进去了 嗯 这个也没得吃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块鞋呢 现在还有一些 不安定因素了 因为这个地方 它提节的时候 这还有两个断 这边还没连混 这个搞了半天 大损这个 最安全的 就顶着要吃 还有一个 刚才直接吃也可以 现在 由于这个 都损了之后呢 局面就显得危险了 那些先交换一个 看一下 黑蹄为什么要先挡这个呢 假如先在这边收官子的 以后的挡就变成厚手了 你还注意现在 黑蹄 白蹄不肯走这个的 走这个代表先受打实 嗯 所以要接住 用这个时候再立下吧 哎 叫吃 哎 叫吃 摟一下 摟一下 接住 这样收官 这个官呢 就比刚才便宜了一点 黑蹄 他就走到这个 这样子呢 黑蹄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先走这个呢 你从这样的时候 再打 他就不提了 所以这个叫刚才先打 这个次数一定是这样 然后再这么一滚包 现在呢 从整个局面来说呢 黑蹄呢是 取得了优势 但是还是优势 就是把这个最大的关子一走 叫吃掉 这个叫吃掉 虽然这个棋呢 没有那个 断了之后呢 但是 它有这样的手段 吃两个 所以这块棋可以战时步步 另外呢 这儿呢一吃一壶呢 还是有眼的 可是白蹄的空比刚才多了 这块 你看这块已经变成 二三 十三 变成十四 嗯 加上刚才的四十一目左右 是五十五目了 黑蹄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 底下呢现在还能过 大概 现在 呃 这两边呢 十控二十四 加上有拖货呢 是 架只有三十亩 这边刚才是二 十六架 七八五百 二十四五 五十四 再加上 中央一些 现在是先生 现在他必须走这个 我记得 走完这个之后 黑的 走这个 现在这呢 还有这个 能吃这几个 嗯 所以这个黑蹄还是稍优的局面 最后呢 这番那个 还进行了很猛烈的结争了 后来这 我打这个结 我打上面的结 很那个 争夺很激烈 最后黑蹄是 赢了这个 两五半 两五半 那两五半对我是个很幸运的数字 在第一届那台赛 现在赢这个 小林光义就是两五半 赢 藤泽秀赢 两五半 现在赢大竹 主将决战的时候 仍然是两五半 所以 我 这盘期后来一点目 我在结束之前一看 赢两五半 我想下一届那台还能赢 结果果然第三届那台赛 我又赢这个 加藤 遗憾的那盘是赢得太多了 中盘胜 结果我们第四届输掉了 所以以后我再赢的时候呢 希望呢 永远的 永恒的赢两五半 这盘期呢 我们就 从这个 中盘 和最后 那个 关键时刻的一些 这个 黑棋的这个 其实 一直处理的都非常好 就是在最后 这一招棋 如果走在这儿 棋局就结束了 他把可以先打赤 再一段 就结束了 就是 往了一个地方走在这儿 就是又要进行这个艰苦的这个 历程啊 最后 虽然经过努力 最后还是赢了 但是这个 属于这个 近来我也常犯这样 我们这样 一种 头昏的 感觉吧 不然的话 这个太简单了 一走一打赤一退就死掉了 跟这一间就把它放出去了 这个 后来看 这个在这儿也好多了 这个子 因为在这儿 为什么好多呢 马上 这个收器 就都是先手了 虽然被他先冲一下 但是 底跟着我都是先手 所以松车这个呢 没什么 怎么都不是 不是地方 什么 我想 刘宏你来下去的时候 也不下在这儿 我自己下在这儿 我真是 非常的 遗憾 为什么走在这儿呢 这个 嗯 最盘棋就是这个 八大展 就是有毛病的地方 就这一招 但这一招呢 差一点把这个 赢的棋给断送 好 那最盘棋我们就 介绍到这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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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